是你 真的是你啊 幸亏是 不好 你不要发错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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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真的是你啊 幸亏是 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 你真的回过来对吧 你怎么回过来的呀 一边平静的 我还可以有情绪了 你的手怎么在动 得知道这么大命 不怕我杀你灭口 不怕 你要是想杀我灭口 在电梯里你就坐了 咱们俩得好好谈谈 可以的 换个地方的 咱俩啊 非得这样拉着手说话吗 我是在测你的脉象 看看你有没有在收获 为什么突然来找我 如果换成别人的话 会觉得这是无奇之弹 因为我希望这是真的 如果这就是真的 你会害怕吗 我什么都不怕 就是怕死 其实 死也不怕 反正人总有一次 我只是怕 我死了之后 我的家人没人照顾 喜欢我的人会失望 仅此而已 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当你为了摆脱命运的困扰时 跑得越快 摔得越重 我这辈子就没站起来过 一路爬过来 我根本不在乎摔不摔倒 你别害怕 我不会去打听你的过去 我也不会问你是什么奇怪的生物物种 我就是想让你帮帮我 其实我患有严重的罕见病了 活不了多久了 但是我不能死 我还有家人要照顾 好吗 那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帮你 我亲眼看见的呀 你 你明明死了 然后就突然活过来了 你肯定是什么奇怪生物 不好意思 我又说了不敢说的 总之 你有这种本事 肯定能帮我 这样吧 你提条件 虽然我没有你有钱 但是 用什么办法我都能 尽量地满足你好吗 为了活命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是吧 我 你想要的我都是人 但你可以答应我个条件